近日有网友爆料,在香港迪士尼乐园,偶遇吴佩慈挺着大肚带着女儿过万圣节。 曝光的照片中,吴佩慈穿着爱丽莎公主裙,大肚已经非常的明显,母女俩穿着亲子装,在游乐园中拍照留影,但全程似乎没有看到男友季小波的身影。 此前有香港媒体目击,她挺着六个半月运度外出,和一位朋友现身九龙站修指甲,虽然运度非常大,但四肢依旧纤细,吴佩慈外出装扮低调,她一脸素颜戴上口罩,身穿黑色外套,黑白条纹衣及黑裤,踩着一双平底鞋,背起价值26万港币的香奈尔包上街。 随后她和朋友搭上港铁返回中环,搭车时警觉张望四周,虽然她生第二胎有当妈的经验,但手中仍握本育儿书,认真好学。 据悉,2015年6月1日,吴佩慈在脸书晒出超音波照,正式怀了第二胎,预产期预计是11月底。 近日有网友爆料,在香港迪士尼乐园,偶遇吴佩慈挺着大肚带着女儿过万圣节。 曝光的照片中,吴佩慈穿着爱丽莎公主裙,大肚已经非常的明显,母女俩穿着亲子装,在游乐园中拍照留影,但全程似乎没有看到男友季小波的身影。 此前有香港媒体目击,她挺着6个半月运度外出,和一位朋友现身九龙站修指甲,虽然运度非常大,但四肢依旧纤细, 吴佩慈外出装扮低调,她一脸素颜戴上口罩,身穿黑色外套,黑白条纹衣及黑裤,踩着一双平底鞋,背起价值26万港币的香奈尔包上街。 随后她和朋友搭上港铁返回中环,搭车时警觉张望四周,虽然她生第二胎有当妈的经验,但手中仍握本育儿书,认真好学。 据悉,2015年6月1日,吴佩慈在脸书晒出超音波照,正式怀了第二胎,预产期预计是11月底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